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肖关古道还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 从这里可通往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各国 一千多年过去 直到今天 人们还能在这里找到丝绸之路留下的历史印记 深沟村是肖关不远处一个寻常的小村庄 田里的这些土丘是今天孩子们嬉闹的乐园 可谁又能想到村民眼中的这些寻常土丘 却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上世纪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 考古钻探发现 这些土丘有一部分竟然是古代墓葬 根据钻探当时判断是隋唐时期的墓葬 顾园市以六盘山为脊柱 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 地势南高北低 冬季漫长寒冷 春季气温多变 夏季短暂凉爽 秋季降温迅猛 1983年的秋天 一场暴雨带来寒意 也打破了深沟村的宁静 暴雨在农田中形成大量积水 而这积水恰好使其中一座木葬发生了塌陷 情况十一分紧急 为了不至于使文物进一步受到损害 经过国家墓局批准 对这座墓葬进行强确性发掘 很快考古队员就探明 这是一座土洞墓 土洞墓 中国古代墓葬形指之一 这一座墓是西高东低 西宽东窄 墓室上方有着拱形的顶 就像一个小型的土窑洞 挟破墓道是考古队员得到的另一个信息 耕吐层之下 一条与地平面形成二十度夹角的墓道 向地底延伸 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 很快 三孔天井赫然出现 雇原深沟村的这座大墓 能拥有四十二米超长墓道与三孔天井 显然 这位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 那么他会是谁呢 深秋的黄土高原 农耕早已停歇 大地一片消色 气候寒冷多变 考古人员必须争分夺秒 很快 他们又有了欣喜的发现 清理在这个距墓道的底部 有个两米 就发现有彩绘 发现彩绘 这就估计就是 它这个墓道里面有彩绘壁画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因为在雇原地区的考古史上 还从没有发现过 带有壁画的墓藏 壁画主要分布在墓道 过洞 天井 永道 内容有武士 侍女 门楼建筑等 大墓之中 武士图共计二十幅 其中会于天井之上的一幅 最为鲜明生动 脸庞方圆 眉目端正 双筋平直 凝视着前方 两腮略微补起 鼻下及唇边 留有三座稀疏的胡须 大耳垂肩 场景破肩 身姿矫健 在墓室中 还有二十幅女性壁画 这一幅壁画中的女性 体态修长 表情安逸 姿态端庄 有两位女性形象 十分相像 她们都是双发肌 长圆脸 大耳垂肩 身着宽秀衫 唯一不同的是 一直浮沉 一直团扇 专家判断 这是典型的 适与造型 这幅壁画中的女性 却是另一种形象 她身着宽袖衫 腰间竖带 身右侧是一面骨 双手持骨锤 头向左偏转 画面上的女性 似乎正在音乐的伴奏下 一边击鼓 一边跳舞 顾盼声辉 眉目传情 专家分析 这或许是一个 记忆的形象 发现壁画 是一个惊喜 但壁画保存的状况 却令人十分担忧 这些壁画 绘制在黄土层上 土质松散 急易崩塌和拨露 考古队当即决定 请专业人员 先把壁画 临摹下来 此时 雇员的深秋 已经寒意袭人 而地下的木道内 更加潮湿阴冷 小铲 刷子 足迁 考古队员不断 换着手中的工具 轻轻扫去壁画 上层浮土 画线 烘干 不缝 耗时数月 复杂繁琐的壁画 接取工作终于完成了 考古队员紧张的心情 也得以舒缓 壁画接取工作告一段落 但考古工地却传来了一个 令人沮丧的消息 发现了稻洞 也许 深沟村的墓葬 早已被盗墓者洗劫欲哭 稻洞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的心情 如同当时的天气 阴郁寒冷 这个稻洞呢 是发现于 这个墓道里面的 第二天井的上部 它整个穿过了 这个第三过洞 进入了 一直打到了 这个涌道的上方 从涌道的这个 这个壁面直下 进入了墓室 它的这个稻洞的 这个宽度呢 大概在60公分左右 60公分 可以容易一个人进出 由于 稻洞位置 已经塌陷 又经历 雨水倒灌 盗墓的年代 已无法判别 墓室内部的情况 究竟如何 只有继续发掘 才能得到答案 发掘清理工作 在凝重的气氛中 继续进行着 考古人员终于 清理到了墓门 小心翼翼 去掉封闭墓门的砖头 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的 并不是宽敞开阔的墓室 而是堆积如山的淤土 当时我们在把墓葬 清理到永道的时候 发现墓室早期塌陷了 这就采取另外一种 发掘方式 清理方式 就是对墓葬 墓室进行大接顶 所谓大接顶 就是依据墓葬的大小 从上部向下部全部揭开 使整个墓葬成为一个倒梯形状 再进入墓室 展开工作的一种方式 深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 已展开数月有余 时已入冬 现场已不具备 继续发掘的条件 大接顶的工作 只能在来年继续 熬过领冬 天气终于渐渐回暖 时已入春 深沟村的考古工作 又一次展开 墓室大接顶的工作 终于开始 考古队员对墓室 涌到的清理工作 也同步进行 首产帆渡 泥土被一点点剥开 考古队员在泥土中 寻找着蛛丝马迹 突然 首产仿佛碰到了什么印象 我就用手去触摸 去把它抓出来 当时可能想是石块或什么的 把它擦干净以后一看 是一件色彩非常鲜艳的 应该是个陶涌 这件陶涌 独角 昂首 仰视 匍匐于地上 它色彩鲜明 鬃毛粗密 口鼻处涂着红色 形象十分猙獰 成为小心翼翼地继续用手在土里摸索 又一件陶涌出现了 这一件陶涌在体型上比第一件要小很多 鬃毛相对不明显 一大一小 两件陶涌先后出土 它们形象怪诞争獰 充斥着强烈的神秘色彩 考古人员判断 这是两件陈木兽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黄土之中又发现了两件陶涌 这一次是两件人形陶涌 它们头戴兜眸 形状却各有不同 一个是尖顶 一个是圆形 陶涌通体涂白 身躯粗大 大腹突出 身形姿态歪曲 面部质朴 大眼 阔口 嘴边 会有胡须 身上以墨线勾勒出铠甲形状 左臂趋于胸前 全心有个小孔 应该是握着某种东西 考古队员判断 这是两尊武士蛹 继继续清理 黄土之中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几件骑着马的人勇 它们七到八歪地散落在木道里 似乎是受到了木道他方的冲击所致 但可以推测 在最初埋葬的时候 它们应该是按照一定次序摆放的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 最终竟然提取出六件骑马陶俑 这些陶俑 头戴尖顶兜眸 身穿铠甲 外批黑色风衣 两手在胸前做植物状 全心向上 且有一小孔 显然 它们应该是冰士的形象 让考古人员惊奇的是 这些陶俑不仅冰士身着铠甲 就连它们所骑的战马 也是几乎全身披挂 战马铠甲以白色打底 黑线勾描 其间点缀红色 显得格外醒悟 人和马都身披铠甲 这种装扮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专家判断 它应该是北朝时期的特殊兵种 聚装甲旗 北朝时期 随着北方游户民族的内迁 社会动荡 张乱不止 平凡的战争 在客观上促进了骑兵的发展 为提高防护能力和加强进攻能力 当时呢 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聚装甲旗 它是人和马都被铠甲 所装备的一种重装骑兵 眼前的六尊聚装甲旗勇 俨然象征着一支正代出征 威风凛凛的骑兵队伍 专家判断 能够拥有这样一支铁甲队伍的 应该是军队首领或地方豪强 这一座大墓的主人 会是一位将军吗 陶勇的这个风部 是从永道一直延续到墓室 陶勇当时出土的状况呢 是因为有塌陷 陶勇都这个处于一个倒幅 有些处于倒幅 有些处于这个零散状态 这里是雇员博物馆 当年申沟村大墓中出土的陶勇 就珍藏在这里 根据墓葬中的位置 考古队员对当年出土的 237件陶勇复位后 突然发现 这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陶勇方队 这一批陶勇 头戴小官 面图粉色 披风在肩部用带扣相连接 他们双手拱于胸前 专家判断 这些应该是五官勇 这一批陶勇与之前类似 但交领长袖的袖口宽大 专家判断 他们是文立勇 这些人勇头戴龙冠 他们身穿圆领大袖衫 外着红色长裙 腰束长彩带 红裙及彩带向后漂浮 双手屈指胸腹肩 根据衣着服饰判断 他们应该是随行适女泳 这些骑马俑有些特殊 他们头戴风帽 宽袖长衣 脚灯黑靴 各个神采飞扬 上肢动作各异 手里似乎在拿着什么东西 专家判断 这些陶勇应该是乐无勇 他们有人在吹奏 有人在击鼓 仿佛陶醉在自己演奏的音乐之中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浓缩了 变形了之后 埋到墓中 实际上它这个墓还是生前生活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在方阵的后排 有三十多件陶勇 明显与众不同 他们眼目深陷 鼻梁高耸 头发微微卷曲 专家分析 这些可能是当时的胡人 一支声势浩大的仪仗方队就死其解 而那些高大的骆驼蛹 马蛹 那些丰富的巫厨用具 显然是墓主人生前 附属生活的象征 是什么样的墓主人 能享用这样的排场呢 1983年 雇员的冬天格外寒冷 考古队员在这黄土高原上 等待着大街顶的完成 经历了大概有 就是一周到十天左右的时间 基本上就进入墓室了 进入墓室以后呢 因为墓质 这个它是属于实质的 这个当时第一 就是发现的就是它墓质 仔细清理后 考古队员发现 一块墓质盖的正珠 镌刻着 未故李氏吴俊军之名 九个大字 魏 说明墓主人生活在西魏 这是一个南北朝时期 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地方性政权 这推翻了考古队员最初 关于墓主人生活在隋唐的推测 俊军 是中国古代对地位崇高的女性的一种封号 这九个字讲明 墓主人是一名身份较高的无姓女子 她的丈夫姓李 两天后 她丈夫的墓质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 两个人的墓质 前后也就错了一两天时间 那么两盒墓质发现以后 实际上经过初步的勘察 大家就已经了解了墓的主人 在墓葬的发觉中 墓质是十分重要的 他对了解墓主人 了解墓主人的身份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考古队员小心清理掉 第二方墓质上的泥土 九个大字赫然显现 大洲驻国何西宫墓名 考古队员在874个字的墓质名文中 清晰地看到了丈夫的面围 她叫李贤 生于公元502年 足于569年 67岁的一生 历经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 西魏与北州 曾任北魏援州刺史 票旗大将军 官至何西郡公 北州驻国大将军 但在真实的历史中 这位李贤的地位 远比他的官职还要高 北州的五弟 当时出生以后 有这个星象师 就看星象 认为这个五弟 这个小太子 不适于在宫中长大 而北州的皇帝 就把这个孩子 就送到了援州 送到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牧主人的家里 把这个寄养 一直到十几岁以后 才回到宫里 那么后来这个孩子就继位 这个做了北州的这个皇帝 等于说这个牧主人呢 就是这个皇帝的养父母 所以说他在北州朝廷里面的 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发掘至此 故园深沟村大墓的秘密 终于揭开 这是一座合葬墓 埋葬着周五弟的养父母 北州大将军李贤与他的妻子 正是牧主人非同一般的地位 才会拥有四十二米的超长木道 三孔天晴 精美壁画 和陶永方镇 考古队员在随后的清理中 还幸运地发现了这对夫妻的光骨 但一千多年的时光 让幸运转瞬变成遗憾 这个棺国这个腐朽的是比较严重了 这个包括这个里面的人骨 也都已经非常非常腐朽了 但是当年那些考古队员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在牧室的泥土中 仔细清理 突然转机出现了 当我们清理到西北角这个地方 当时民工告诉我的时候 说陈老师有一个大哥的 好像是一块石头 你过来看一看 陈伟连忙上前 用竹签小心挑开淤泥 很快就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 陈伟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件金属器 虽然就在牧主人的棺骨旁 但却幸运地逃过了盗墓者的魔爪 夜色之中 一辆汽车从考古现场急速驶向城市的方向 车上是那件神秘的金属器 以及所有人的期待 1983年 雇员一个特殊的冬夜 考古队员一点点看清了他的面目 这就是当年 让考古队员惊叹连连的奇特的湖 高37.5厘米 重1.5千克 细紧大腹 银质 表面部分流金 湖身上刻着一些流金花纹和浮雕人物 有个男子手中拿着一个小圆球 对面的女子左手抬起 食指指向自己下颌 有个男子双手拿着兵器 像是和对面的女子说这些什么 这样的人物在银湖副部一共有六人 一男一女 每两人为一组 共有三组 今天 他有一个确切的名字 刘金银湖 但在四十年前 当他被清理出来时 没人能说得清 湖身上的人物到底是谁 关于这些人物的推测 一直到六年后 才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1989年 俄罗斯圣彼得堡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马尔萨克教授 在发表的论文中 春风论述了 银评上三组人物所反映的内容 被史学界普遍认可 他所表现的内容 就是希腊神话故事中 著名的帕里斯裁判的故事 原来这是一组希腊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希腊的三个女神 争夺最美女神的称号 擅长判决的帕里斯 将代表最美的金苹果 给了爱神 因为爱神答应 给他人间最美的女子 几年后 帕里斯在斯巴达 遇到王后海伦 二人相爱私奔 斯巴达国王回家后气疯 不顾一切发动战争 用十年攻下特鲁伊 他本想处死海伦 但再次见到那张美丽的脸庞 心就软了 二人又重归于好 谁会想到 这个来自希腊的传说 被刻在一只流金银湖的周身 埋葬在一千多年前 雇原城外的一座墓葬中 在当年 这只流金银湖 带给中国考古界的惊讶 远未停止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奥曹柱式文样 它源于希腊建筑中的奥曹形式的柱子 另一个就是凸起的莲珠纹 这种纹饰在中西亚地区非常流行 后来经过初步的研究 应该最早有人认定是波斯萨山王朝的东西 有学者从流金银湖的制作工艺上确定 它应该来自西亚 制作黄金和白银的东西 它是用一种锤叠技术 这和我们青铜器和铁器不一样 那是用的是铸造技术 那么锤叠技术呢 它就需要底下需要有底膜 这个底膜不能太硬 也不能太软 那么最好的什么呢 就是磊青 那西亚这种有 它有这种天然的条件 它有天然的磊青 所以你把这个金块金片 打成了一个金皮 然后呢 底下电视粒芯就可以垂出 各种器物的造型和器物纹样的轮廓 然后再继续赞克 所以制作的非常好 在这个地区比较早地发展起来 这种技术 最终的结论虽未统一 但所有的观点 都将这支流金银湖的故乡 指向西方 那么一件来自异域的刘金银湖 为何出现在北州驻国大将军 李贤的墓中 北州时期 故原名叫元州 这里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中心 北方的两马 西方的金银器 中原的丝绸瓷器 都要从这里经过 从地中海到中国 苏特人驾着驼队 走过一个又一个国家 带来琳琅满目的外国货物 这些货物 常常是皇帝的奖赏之物 更是王公贵族们的身份标配 刘金银湖 正是当时那些跨界商品中的精致极品 大将军李贤长期执掌元州 守护着思路贸易的畅通 或许是因为太过喜爱 他将这把刘金银湖带入雾中 最终成了我们亲眼所见 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物证 故事是希腊的 公益是萨珊波斯的 出土地点又是中国的 一个湖就把古希腊文明 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和华夏文明 串联了起来 是很难得一见 1983年冬 刘金银湖的发现 振奋了这片黄土高原上的考古队员 在墓中会不会还有更多珍贵的文物 考古队员带着猜测 在棺谷周围的淤泥中继续清理 果不其然 一件近似透明的器物被清理出来 这件器物口径9.5厘米 附身6.8厘米 重245.6克 通体淡绿色 风化层很薄 外壁有两圈凸钉装石 上下错位排布 这又是一件不寻常的器物 为了彻底搞明白这件器物 考古队聘请了专业人员 对器物的材质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 这是一件钠钙玻璃碗 与萨山玻璃器成分一致 是典型的萨山朝制品 这些器物的制作 都不是在中国制作的 但是它在中国保留了下来 原因就在于 在北朝隋唐时期 宁夏一直是咱们丝绸之路 北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 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那么就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有着特别重大的作用 才使得这批器物 能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它也是思路繁荣的 一个最好的物证 1988年9月25日 雇原博物馆竣工并开放 李贤夫妇墓出土的珍贵文物 就陈列在这里 这些让人陌生又惊叹的器物 仿佛打开了一扇时间之门 串联起我们曾经的历史 先秦时期 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 就已经存在 两千多年前 张迁通西域 大汉帝国的丝绸正式西传 一千多年前 今天的雇原 曾经的援州 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 那时 援州城里的居民 每天都可以看到 这条东西贸易通道上的商旅 驼队 和他们带来的西汉物 在唐朝 广州和泉州的居民 每天也能感受到不同的新鲜事 那时的海上丝绸之路 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今天 那些古道 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但这个东方大国广阔的胸襟 从那时至今 从未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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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